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年年欢笑 喜临门 岁岁祝福 迎新春 美妙的歌曲 奇幻的博杂表演 令人捧腹的相声小品 风格各异 精彩分成 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文艺与您共赏春节特别节目 十二生肖 贺新春 虎者百兽之王是威猛的象征 在中国民间民俗中被尊崇为瑞兽 虎在十二帝之中以银石相配 象征着生气蓬勃 草木回春 新闻 你是新疆来的 新 新 新疆 乌鲁木齐 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我是乌鲁木齐 不是说过人吗 乌鲁木齐阿家庄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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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城市吧 是吗 对 是城市 是城市 城市边上是草原 看一下 我说到处都有门羊肉串的 听过那首歌词吗 什么歌 歌词你羊肉串的吗 人人都会吵的吗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新疆南北边的都是大面羊 乌鲁木齐 到处都有门羊肉串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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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不吃 你有执照吗 有 有 你说什么 执照 知道 营业执照 啊 应该知道的 哎呀 营业执照 你应该知道什么呗 我说的不是知道 也不是应该知道 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我说的 也不知道了 我是说 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串的证明 太明白了吧 没时不知道吗 你看看 你先看吧 一个 一个孩子 人不得 怎么跟你说呢 你看 你看他 你看那几个白小摊 你看 卖冰棍的 卖滑水的 你看见没有 看见他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 你看卖羊串 那是我哥们 什么什么 他们有执照吗 有没有执照 你刚才说什么 他 我说 有执照 没有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保护他们 应该支持我 保护我 对 不 不 你没有执照 不能在这儿卖 我不能卖了 对 然后他们有执照 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对 那么你 执照不执照 我当然 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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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为什么不说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你你你告诉我什么是吗 我告诉你应该知道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 朋友 妈说 妈说 妈 我肚子难受 肚子怎么了 难受 难受 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哎呀 我肚子疼 肚子疼 啊 啊 明白了 肚子疼 我给 给 给 有纸吗 我不没纸 随便什么纸 哎呀 你果要纸 不要装 你快点 不要纸你快点 我来不及了 不要纸装就行 哎呀 你不能走啊 你这个牙肉问题 不能走 我没有问题嘛 你 你不要 你不能走 你说清楚 不能走 我走就 你就惹祸了 赶快跑 赶快跑 再罚就不是四十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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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肚子还真 真给劲儿 你看看 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 话说回来了 好肉谁给我了 真是 哎呀 没关系 咱们有利特灵 利特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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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跑肚拉西是特别的灵 啊 同志 啊 刚才那个大胡子拿去了 大胡子 啊 啊 他出口了 啊 啊 什么 他出 出胡动口了 哎 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 那同志您 您刚刚是去的那 啊 对对 快 不是 您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 我上厕所啊 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我这卖 卖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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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看利特灵 对 正好我刚才吃了羊肉不新鲜 是 是 那 那小子是冒牌的 哦 哎 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 对 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可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 他们 没有好报的肯定没好下场 嗯 多多 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多钱一片啊 这个 两毛 两毛 来来来来 来 五毛钱的 来 来 干 这个药我这这行 五毛钱两边半 保证您是 吃一串行两串 吃两串行 什么什么 那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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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片不够还得再吃一片 还有个半片 哎呀 哎呀 你这卖药的不会吃的 那个你 你有执照吗 不是不是 给我看看 我有点急事 你别急事了我这 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 这位是我您有纸没有 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 你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哪纸了呀 你给我执照 您怎么有来的呢 老师不要执照 不要执照 你给我执照 你给我执照 你在这儿啊 我抓的就是你 糟了 你不是我你就 是他对不对 对就是他 他不是我吗 你看他应该是我吗 对对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 你快走吧 走 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不是我这个 走走走走 十二生肖是悠久的中华民俗文化符号 虎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三 生肖虎代表着强大威猛以敢作敢为的特质而闻名 每到虎年 以虎为主题的节目大量涌现 有这么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相声 他讲的是一个青年在星期天逛动物园时不慎掉入了虎山最终被游客们齐心救出的故事 没错 这个悲催的青年就是江坤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江坤制动猛虎的故事 刚才在葛存壮唱完戏怎么一拳一拐就下去了 你没看见吗 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摔跟头了 不过他摔的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的跟头漂亮 你 你怎么摔的 我啊 我我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那也太悬了 我摔那个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 正看着带劲呢 不知哪位缺德 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 老虎出山了 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哎哟 摔坏了吗 什么 摔坏了没有 你摔坏了哪都不怕摔舌胳膊摔断腿 咱医院里结巴结巴这样使活呢 摔这地方不灵 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哦 掉老虎洞里了 我抬头一看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 哎哟 妈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叫妈 叫奶奶也不行了 玩完了 大小伙子一百二十多斤 连骨头带肉 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我这这么乱琢磨的呢 上边可乱了 这个好 来人呐 快救人呐 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还有人给我打气 哎 哥们儿挺住 我已经怎么 挺住 这是什么地方 我挺得住吗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们下来挺我看看 哎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 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孩子大虎得有个家伙 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 兄弟要刀吗 大嫂这有水果刀 你瞧这两件武器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让我踩着往上爬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 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 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心底善良 眼泪都出来了 是啊 她在边上跟我喊 孩子给你一支港笔 你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你说我这光半天了 这老虎就光喘气他不睁眼 你动我动我 我跟你比划比划 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麻烦了 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你怎么知道的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吐 扔活鸡活吐干嘛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 哎呦捕捉活食 尤其是礼拜天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坏了 今儿就是礼拜天 老虎还没吃饭呢 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还让他干什么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 我死了以后 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对 让他们好好检查 检查 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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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的 还管这回 老子大小是条姓名 我死了以后 动员园长撤职 管理员检查 扣完六个月奖金 我正想到这儿 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 姑娘引领般的声音 哎 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 拧成绳子 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哎 这个办法好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 这是多好的主意啊 我抬头一看 一声号召 三十多人在那儿解皮带呢 哎呀 这真是好风格啊 你看这个姑娘 穿着一个绿裙子 正结一条黄裙带 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不是 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挺身相就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是不是说明了姑娘 对我有点意思啊 你啊 你啊 你这鞋劲太大了 哎 哎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那你说那个姑娘 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 为什么她谁都不看 她就趴边上 光看我一个人啊 废话 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 她不看你她干谁啊 反正甭管怎么说 估计从上面往下看 看不出个头大小来 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 这叫因祸得福 哎呀 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 今天美人救英雄 别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这个心思 想搞对象 你当什么眼睛啊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一没动口 二没动手 我就活动活动心眼 我都要死的人了 你跟我叫什么针啊 我还多准呢 来吧 你合作名吧 说是十那是快 三十根皮带凝成的绳子 顺顺当当下来了 我抬头一看 三十多人低了这裤子能看我啊 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这只叫勾勾老头的拐棍 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豆 这叫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胸中有红日 脚下无东风 敢以恶虎针高下 不想妖魔让寸分 悲愤化作回天力 打虎自有后来人 我一时就哎 什么呀 我站起来了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你废话 我腿那么软不坐着 我还趴着呢 你快趴呀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 啪一把钻入 蹭蹭蹭蹭 几步来到了中间 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 人急了劲也不小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这叫殆尽 你说攀登珠穆朗马峰 我们后边跟一大老虎 是不是四个人就上着去啊 你就瞎说一瞎 回头一看 老虎刚睁开一只眼 这叫做省力再望 哥们赢了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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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哎呀 再见吧老虎 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 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 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 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 等哥们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 小虎队是20世纪90年代 最受关注的华人偶像团体组合之一 1988年一经出道 就在全亚洲崭露头角 同很多歌唱组合一样 三名队员在经历了几次 分分合合之后 最终各自单非发展 在2010年虎年春晚中 小虎队再聚首 为我们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 经典歌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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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回头 醒醒 这个人喝了多少酒啊 来来来 起来起来 地下凉啊 地下凉 小朋友 你是谁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 一是送我回家 二是送我回家 我还送你回家 你家是不是住九缸里啊 我刚从九缸里出来 好好好 我撑不住你来 你站好啊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家在哪啊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我家在山西 郭河还有三百里 山西的 我的家在东北 葱花江上啊 别唱了别唱了 我知道你家在哪了 在哪 你家在中国 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对 唱完这首歌 我们就散了 咱俩也该散了 我该回家了啊 那我送你呗 不用不用 那你送我呗 行 好吧好吧 来 身份证给我 我看看你家在哪啊 干什么 我哪有身份证 那就没办法了啊 再见 那个 毕业证行吗 你还毕业证 你什么学历啊 托儿所啊 你可真是喝多了你啊 来来来 起来起来啊 哎呀地下凉 这得感冒了啊 哎呀来来来 大哥 哎呀你看你说 这长得怎么这么高啊 你怎么不说 你长得这么矮 好好好 坐这儿行行酒 一会儿就知道 家在哪了啊 哎呀 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带 我带了身份证也不给你 拿我身份证去干坏事 然后警察来找我 这不身份证吗 我家住 北京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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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号 回家 要不然就 呀 这谁钱包 谁钱包 好 这大过年丢钱包该着急了 不行 万一讹上我呢 就让别人捡去也不行啊 我给他盖上 好 是那小子 知道吧 待会儿他回来 就是我给他看着 我在这儿守株带兔 回来了兔 你叫我什么 兔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还有叫兔的 我小名就叫兔 大哥子 我走半路上我一想啊 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呢 不行 我决定送你回家 你送谁回家 我要不等你 我都到家了 你等我 你东西丢了回来找了吧 没有 钱包 这怎么回事 捡起来 我不能 捡起来 我没动 好好好 我这不捡起来了吗 快看看里面少没少东西啊 我不能看 这不是我的钱包 不是 不是你钱包 你捡起来 我 不是你让我捡的吗 你好好捡上捡上 是不是你自己的钱包啊 你废话 我自己捡自己钱包 我喝多了 大过年的 谁丢了钱包不着急啊 来来来 大哥子 来来来 行了行了 咱俩都在这儿等着吧 你说大过年的 谈上这么个事 你说这还下雪了 睡着了 睡着了 热 这什么玩意儿 别扔 我碰上你我倒露没了 干什么这事啊你啊 哎 大哥子不能睡觉睡感冒了 大哥子 跟我说说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我没喝多 还没喝多呢 像你这样的有十个能养活一个酒厂 你是怎么回这儿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啊 像你这样有十个能养活个火车站 这小能养太多意思啊 本来自己要生了还要给我放价让我回家过年 给我一百块钱让我买年货 我手不得花买个钱包把媳妇照片放到里头 没事的时候看可姐闷了 大哥子跟我说说你媳妇长得怎么样啊 我媳妇长得可漂亮啊 有什么特点吗 有什么特点吗 最大的特点吧 就是嘴这旁边长个痔疮 痔疮痔 不是不是 痔疮痔 痔疮痔 长这儿 什么痔疮 美人痔 你说清楚啊 美人痔 她说长得像媒婆非要点 点坏了点成个疮 本来是痔 现在是痔疮痔 好了好了 大哥子 咱俩别等了 这钱包的主人啊找着了 谁啊 你看看里边照片 呀 你媳妇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媳妇呢 什么我媳妇啊 那就是你媳妇 不对啊 我媳妇照片怎么跑到你钱包里了 你把她眨了 我能把她眨呀 这就是你的钱包 不对啊 我钱包里有身份证 这里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你找找 还真没有 你身份证呢 我身份证在这啊 你看看 别说话 我钱包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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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